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出了那个149的钢笔视频 那就顺便把这个懒人包也给做了 然后发给大家 然后首先这样子 我先讲一下要讲的部分 我们先把笔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笔尖种成组 第二个是笔杆组 第三个是活塞组 那我做的部分只有一个部分 就是笔尖种成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万宝龙的话 他八代的话 他就总共有八代 八代里面呢 他的光木串总共只有四代 四代的话 他从第二代开始就换成第三代的光木串了 然后所以就我觉得 我只要做笔尖 然后笔折这两个部分就行了 笔杆和活塞组完全不做 笔杆第一个 刚刚讲了他的光木串 第二代就换成第三 第三代的一个光木串 光木串了嘛 然后活塞正常人不会给你拆笔 而且我这个视频是属于新首相 就是不懂万宝龙的 一次就这支笔的 那我就讲一讲 就基本上这样 那有什么讲的不太好 或讲不对的 麻烦大家帮我知道一下 补充一下 好 那就先上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是这样的 笔尖的话是分别是这样子 那万宝龙的笔尖嘛 它是就以笔尖作为一个基础来分代数的 那这里总共是有八代 左边的这个部分 右边的笔尖 它是有七代 但是你看到它是有八行的 分别对应左边的 比如说五代 你就很清晰 能看到它就只有一个 基本这张图的话 可能一开始看比较懵 你们可以把影片停下来 然后再看一看 后面这些我都会有放大图 这个不用担心 只是说让你们过一下 这个整个目录在这里 好 那我们下去先讲一下 那个笔尖先 讲完笔尖 我们再讲一个笔尖 首先我们要会分一个笔尖 那笔尖通常是有两种 一个叫中黄 一个叫中白 那我拿了一个六代 和一个八代的来对比一下 六代的话 你们看到就说它是个金 然后银银银 然后那一个八代的话 是金银银嘛 就是说它是中间 隔了一条白色 然后六代的话是只有金 就金银相间嘛 就这么两种颜色嘛 那这个就是说 现场的这个八代的话 它就叫中黄 就是说因为外围的那个金边 是固定的 这个没有变 中间的那个银色也没有变过 然后唯独变的 就是这里面的那一块 那里面那块是白色 就叫中白 里面那个黄色就叫中黄 那通常这么分 好 那我们再下来 从第二代开始讲 那为什么从第二代 而不是第一代来 第一代的话是这样子 它有 它的笔尖的话 三个笔尖是一样的 一二三代 就样子是一样的 二代的话 它是用一个14C的一个笔尖 那从笔尖上面的放到图 应该是能看到的 三代的话是18C 但是一代它是两种都有 所以通常只能靠那个笔尖来区分开 就是哪一代跟哪一代 好 那再下来就是那个四代和五代六代 那这三代的话就是都是以一个中白 然后为什么放在一起 就因为他们这三 只有这三个代 这三代的笔尖它是中白 那中白的话能看到四代14C 五代就开始转成14K了 然后六代的话就18K了 那基本上呢 就是呃 你能看到可以它的那个单位在变 然后基本上是一代14 然后另一代18 它暂时是这么变 七代就比较特别一点的 七代 七代的话还是18K 但加了给SOD标 那看到这个标你知道这支笔是七代 然后你可以对应回去我那张图的年份 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一支笔大概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出的 最后八代就现在的现场 也就是那个听说是那个万宝龙自己做的就AU标嘛 这个就中间AU750嘛 146的那个不一样 那听说是万宝龙自己做的笔尖 但这个呃我不确定是不是 那大大概就先听着 那这就是总共的一个八代的笔尖 就是靠这几个来分 好 那再下就讲我们笔尖 那笔尖下来你们看到这里一到七代 那就讲讲什么差别 一代是最简单的 因为一代真的很稀有 那你能看到整个就像一个呃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滑板一样 就基本上就也不是很厚就很薄 其实呃二代跟三代会接近一点 二代跟三代主要区别是那个潮 你能看到二代那个潮是到那个笔尾那边的 但三代先不要说到笔尾那条潮就取消了 没有了 连本身那条潮那那条就是说呃 潮的话也细了很多 那这就是一个二代跟三代区别 四代五代的话那就很简单了 呃就是基本上在五代那张度上面的那个有一条线 那个也不应该叫潮 它是什么一个双层笔舌 就基本上就这个差别 没有其他的了 六代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俗称的一个T舌 我之前就在做那个146的测试笔 我讲过的那T舌的话 反正呃 我不不太懂说它的价值真的 好像挺多人喜欢收的 而且它的笔的话怎么讲 就是说连带也比较近 相对来讲那都是951990年后嘛 那相对来讲的话呃保存的也会比较好 那七代就是现场的 那七代这里就是唯独一个特点是就这里有一个洞 那就这么去认住它就可以了 那一代到七代的笔舌就基本上这样子 然后看完这些你再对比的 在目录图你就大概在怎么分不同代数的一个万宝龙 然后新人的话是这样子 新人的话建议是买那个就是起码也得六代以后 因为六代是1990年后的 那相对来讲就是距离现在的话也就还没到30年 那比的状况通常来讲也比较好 但是其实更贴贴心一点的话那肯定是期待 1995年以后那结果会好一点 呃六代的话主要是有个中白肩那有时候呃中白和中黄就是看个人喜好 那不太建议说买太早的代数 因为第一个有可能保存不好非常容易翻车 那买一个现场的那是最保险的 但七代和八代反正就是八代开始就是说 听说是万宝龙自己生产笔舌的话 那个打磨方式完全是变了 老的万宝龙的话就是一代到四代的话是一个刀锋打磨 五六七代我不太确定 那等高手帮我补充一下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个谢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